每天都會有不少行色匆匆的人 在鬧市中穿梭 在這條不太顯眼的巷子裏面 有一位叔叔,他最深藏作 為的就是博取圖人的會心微笑 Hello,我是Sam哥 我已經是屬於退休人士 現在想了一些香港地道特色的文化 和大家互動一下 Sam哥說,近年社會太多淚氣 於是凌機一觸,化身成為業餘藝術家 希望為香港人帶來一些快樂 說香港現在的環境比較模糊 不如做一個slogan試試人生有目標 讓人們看到這個目標有正能量 自己又可以埋到一些標 大家開心,最重要是開心 表面上,Sam他風趣幽默 但其實都經歷過人生的低潮 前幾年他因為生意不好 又遇上家人離世 一度幻想抑鬱症 一隻眼開隻眼閉 做人不用這麼認真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走過低谷 現在樂觀的他 決定將快樂兩個字送給香港人 除了自製木手錶之外 鬼賣的Sam哥 還設計了廣東話俗語的有趣T-shirt 好像戴展紅圖 車大炮 荷蘭七friend 等等這些天馬行空 幼稚搞搞笑笑的創作 一條人倒了七條魚 肚子都亂了 年輕人才過癮 錢回落 他已經爆光了 阿Sam最近因為加租 要由街鋪搬去商場鋪 人流少了 當然擔心會影響生意 但Sam哥說 人到了某一個年紀 就會特別懂得感恩 知道一切得來不易 希望透過這些不賺錢的小玩意 重新換起香港人的鬥志 和樂觀的心態 一個人沒有夢想和鹹魚翁的分別 一個人沒有目標 和一條死有什麼分別 所以希望大家說 我概括一點說一句 人生最好有理想 有夢想 有你的目標 你真正是活過了 最後送給大家一件 幸好有你 珍惜身邊人 大家開開心心 人生最重要是有目標 有理想 不要蒙茶茶 又過了一世 ONTV東網電視記者 曾詠良報導 不是,我們不關心嗎?